后来他们把这个感情寄托到对孩子身上 就把这三口竖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他在这个学校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 但是这个时候他很不幸被这个日本人盯上 从日本迁来中国 在中国接受系统教育的李湘岚 因为其特殊的身份被侵华的日军盯上 选做中日亲善大使亲近中国 可这在成全李湘岚事业的同时 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 开启了他悲剧命运的潘多拉摩河 这个日本军防知道 这个女人李湘岚 她是日本人 她叫山口树子 来历都给调查很轻 而且李湘岚当时条件非常 长得如花似语 既能说日语 又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当时韦满中国就动了电脑 我们都知道韦满中国 韦满当时是韦满中国的韦皇帝 虽然他是皇帝 其实就是个傀儡 他被日本中国主义控制 当时日本中国主义的想法是 霸占东三省 进而霸占整个中国 把东三省变成韦满中国 他想立一个什么呢 我到这地方站着来 这老百姓整天反对我呀 他就做虚假的粉饰太平的宣传 什么 中日亲善 中日友好 搞这些 那么宣传这个靠什么呢 文艺作品 电影啊 什么文学这都得用上 当时就有一个 韦满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协会 这个协会其实受日本军国主义操作 专门拍一些宣传中日亲善的 这种比较伪善的纪录片的电影 有时候呢 也做一些歌曲来宣传中日亲善 他们当时就看着李向蓝 漂亮 嗓得还好 就这么着 热捧李向蓝 把李向蓝捧成了大明星 唱歌 跳舞 我演电影了 那时李向蓝年轻 涉事未深 再一个他值得自个是日本人呢 所以这个日本人找他自己同胞呢 再一个 哪个年轻女孩不渴望出名啊 不想自己 这个有这条件 我唱着歌 演个戏 所以他很投入的 加入到了演艺工作当中 他当时以他的这种阅历 他丝毫没有意识到 就是这个事情